回来看到了 本来这个昨天的517 对于很多的新人来讲 是一个这个完婚的大好日子 尤其是对岸好多新人 结果呢 因为游行让他们吓得 怕怕怕怕来啊 这么本来应该在今天了 在高雄捷运要举办集团的婚礼 报名人数是100对 好了 现在呢 砍砍砍剩下16对赶来了 不过呢 其实啊 今天上午 他们到高雄港去拍婚纱照的时候 就说既来之则安之 他们相信台湾人 还是很善良的 三丢 傻瓜伴又摆pose 从南京来的16的新人 到高雄的星光码头拍婚纱 兴奋的心情写在脸上 我们感觉台湾这边特别漂亮 第一次来台湾 感觉这边数字也是很高的 而且很环保 人文气息很浓 海峡两岸就首次合作 然后我们觉得挺有意义的 然后所以就参加了 由南京地铁跟高雄捷运 首度合作的集团结婚 原定有一百对新人 报名不过真正来台的 却只有16对 原来很多新人都害怕遇到517游行 万一遇上激烈的抗争人士 不但危及自身安全也很扫兴 通通取消台湾型 不过已经来台的人都说 还是相信台湾人很善良 担心那个人身安全 不会 不会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你们这边 自然 上飞机就说这边治安很好 自身安全 没有 没有 我相信 我相信台湾人民都是 比较 都很热情了 南京地铁集团结婚为了来台举办 已经计划好几个月 却刚好遇到517恰麻烦中大游行 很多新人临时喊咖 100对剩下16对 一场517大游行 让台湾的业者 白白错过集团结婚的商机 中天新闻成果明 高雄报道